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就是百姓发怨言 第二就是闲杂人起了贪欲 第三就是摩西发怨言 百姓发怨言是因为行路行了很久 还未到目的地 他们失去了耐心 以至于他们就发起了怨言 闲杂人就是跟以色列百姓住在一起的异族人 他们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了埃及 而他们因为欲求不满 而鼓动百姓们发怨言 摩西因为承担过重 也发起了怨言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教导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是否当环境不合我们的意思 或是没有照着我们的想要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向神 向人来发怨言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紧守我们的口舌 不发出怨言 在第十二章 亚伦 米利安 他们不服从摩西的带领 他们抓住了摩西的把柄 攻击摩西 于是神就出手灌教了他们 证明摩西是神所设立的领袖 在这里神的话语 要提醒我们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牧师 是神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不要因此借机挑战 神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反倒要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是要向神来负责任的 我们来看第十三章 在本章记载到 神吩咐摩西 彩排十二个探子前去窥探 目的是要增加百姓们的信心 但是十个探子 回报的却是恶性 只有加勒约书亚 鼓励百姓们要勇敢地往前 神的话语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领袖是要具备有坚强的信心 是要来鼓励人 而不是要使人失去信心的 所以这个时候 让我们就一起来读 《民数记》十一章到十三章 《民数记》第十一章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咸杂人 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好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玛纳仿佛原虽子 又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行走 把玛纳收起来 或用墨推或用旧刀 煮在锅中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官吏百姓的重任 夹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只抱到你岂是 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我从哪里得肉 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历史教我杀了 不叫我欠自己的苦情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 分刺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 这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 你们应当自节 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很好 这声音 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要吃一个整月 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了 因为你们厌弃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嚎说 我们为何除了埃及呢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的榜帝其实缩短了嘛 现在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与他身上的灵 分次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米达 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 嫩得儿子约书雅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 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营里去了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鞍唇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轴 百姓起来中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鞍唇 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 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 骑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 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波罗哈塔瓦 走到哈西路就住在哈西路 摩西娶了古诗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 因他所取的古诗女子就毁谤他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我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及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 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照亚伦和米利安 二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妇 肉依斑斓的死胎 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 神啊 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 他岂不蒙修七天吗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 百姓没有行路 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第十三章 耶和华小遇摩西 你打发人 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 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 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他们的名字 属流变之派的有萨克的儿子 沙姆亚 属西敏之派的有 和立的儿子沙法 属犹大之派的有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属以撒加之派的有 约瑟的儿子以加 属以法连之派的有 嫩的儿子和西阿 属变亚敏之派的有 拉福的儿子帕提 属西布伦之派的有 梭底的儿子加勒 约瑟的子孙 属马拿西之派的有 苏西的儿子加勒 属蛋之派的有 基玛利的儿子雅米利 属亚瑟之派的有 米加勒的儿子西铁 属拿福塔利之派的有 福西的儿子拿比 属加德之派的有 马基的儿子旧利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 摩西就称嫩的儿子 何西阿为约舒雅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 迦南地说 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 看那地如何 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 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是待 所住之处是银盘是坚成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齐薄 其中有树木没有 你们要放开胆量 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 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 从寻的旷野到利河 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南地上去 到了西伯伦 在那里有亚纳族人 亚西曼 士筛 踏买 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 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色各谷 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 上头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 又带了些石流和无花果来 因为以色列人 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 所以那地方叫做以石各谷 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蒂斯 建摩西 亚伦 并以色列的全会众 回报摩西 亚伦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又告诉摩西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驻那地的名强壮 诚意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亚玛丽人住在南地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丽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 并约旦河旁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队吧 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名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信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 就如诈猛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 也是如此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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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